欢迎回到面对关键人物 刚刚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了 王品集团之所以可以越做越大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他公开跟分享 还有我们刚刚也从他的言谈当中知道 其实孔子的儒学还有论语 其实也是让他具备创意 就是让他们经营智慧 有一些创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除了这些地方之外 我们要接下来继续探讨 董事长到底在哪些地方 还汲取到一些创意的智慧 董事长我们知道说 其实王品的话从一开始的话 您本来家族是做制贸的 那制贸的话为什么会 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像在39岁那年 您毅然决然决定要放弃一切 自己去创业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于台湾的家族企业的一个制造业 正是最巅峰的时候 那么我就感觉到说 是那个时候的巅峰 但是未来不见得是巅峰 而且我们有三兄弟都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制贸场 其实到最后的争议 或者说是利益的冲突会难免 所以我想了很久 大概想了好几年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勇气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结婚了 三兄弟都结婚了 难免会有自己 会为自己的利益在着想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冲突的开始 因为这之前我们三兄弟叫做穿港娘户大 你听过这句话吗 就是我们是穿同一条内裤 因为我们都穿同样的内裤 然后每天我妈妈洗一洗就把它放一堆 自己去拿 所以你也不知道今天这条内裤是昨天是我哥哥还是我弟弟穿的 每一个人都 然后我们就睡在同一张床 就是榻榻米 未婚之前 三个都没有结婚的时候 非常好 我就想说 很难得三兄弟能够这么好 那么如何能够维持这么好 就是到最后不要有利益的冲突 这样对不对 后来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因为就在我们大家都非常好的时候 就感觉到说 你必须要有一些制度 或者一些方法 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好 与他的永远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就跟我爸爸说 我真的要出去了 其实我后来想了很久 都出不去 后来就是看到洛夫的那一段话 洛夫他是信师 他有讲说 如果你迷恋后始的屋顶 你就会失去浩瀚的繁星 我就看到这句话 我就对啊 我们不能一直迷恋说 现在舒适圈 舒适圈 因为你是踏不出去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自己的心态 而不是说这个社会上的什么变化 或者是这样 因为早一天出去 早一天坐 早一天你趁年轻的时候 赶快去做一些 你应该要做的事 其实远远比说晚一天坐 晚一天出去 晚一天失败 老的时候再碰到那些问题 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39岁的时候 就跟我爸爸说出去了 然后就到现在 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好像中间也经过一些过程 好像一开始并不是投入餐饮 也有一些过程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他 每个人都只有看到创业的成功 并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辛苦 那如果说你曾经遇到一些痛苦 跟挫折的话 你是 maybe是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人 就给你重生的力量 会是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说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一开始就到处去借钱 然后开始来创业 你会说 为什么不从家族企业拿 其实如果家族企业拿钱 那又变成我的事业又回并了嘛 就并回原来的家族企业嘛 那你等于是没有出来嘛 大家还是在一起嘛 所以我就后来就是有这样一个认知 就是说你借钱就是从外面要借了 你才是独立这样对不对 后来就是从外面开始借 然后我妈妈就一直鼓励我们 因为我出来没多久 我弟弟也出来了 他也感觉到说 三个兄弟要做不同的自己的事业 然后大家才会非常好 就像现在 你看我们这样三兄弟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聚餐一次 至少一次 每两个月我们就会出去外面玩 然后每两个月就一次 这样的话给我感觉到说 幸亏我们当初有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妈妈就是她每天就给我们鼓励 然后说有没有钱加油 这样 连汽车的加油 都是我妈妈说 这个拿去加油 怎样怎样 其实我感觉母亲的那一种心理的那种叮咛 跟期待会让我们产生很大的信念 我们感觉到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父母亲也感觉到这样做是为了未来 兄弟和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他们也有这样的认知 我就感觉到非常好 那另外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以前 说实在来就是你好像曾经年少的你 或是年轻的你 其实曾经就是很崇尚名牌 还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可能要专业的造型师帮你打造 可能每个月都花大概七八万什么之类 那是什么原因或是什么故事 让你会好像比较懂得去欣赏人生的价值 或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好像是平凡 怎么让你能够有这样一个转变 我先说其实每个人爱名牌或者每个人希望成功的那种行头 那是必然的 所以我这次回学校的时候 我也是跟同学们一起分享 我说其实每一个年轻刚出社会的人不要学成功人士的行头 而应该学成功人士行头之前的那些努力 但是我们只看到行头 所以每个人出社会以后 第一件事就先学什么 先学那个名牌的衣服 先学名牌的包包 先买一部车 明明是前年没有很多 买一部这个变子的车 然后请一个司机 然后这个每天都是穿着西装 然后去品红酒 然后加入很多社团 我说这是成功人的行头 因为并不是这些不好 而是这些是好的 但是你成功以后才可以这样做 而不是说你一出社会 这些就先把它具备了 然后后面是虚的 那就不必要嘛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要学的是成功人行头之前的努力 而不是他成功之后的行头 这样我们如果学错了对象 我们就完蛋了嘛 这样对不对 所以当初一出社会 我就是学到成功人的行头 而没有学到成功人的努力 所以到最后 我整个翻回来 就是说要学成功人的努力 那么这个关键就是 有一次我们在北中山 中山北路的王平 有一位洗碗的许妈妈 然后她只有在洗碗 一个月大概是一天四百块 一个月大概是一万块 她不够家里的开销赚了钱 然后她就每天就背着帆布袋 去捡瓶瓶罐罐回家的时候 晚上十点就捡瓶瓶罐罐一群去卖 然后才够推补家用 但是她有一次就是不小心 在捡瓶瓶罐罐的时候 被大卡车撵过去 然后就过世了 这件事给我们公司 每一个高阶主管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我们就感觉到说 如果我们是有一天 我们有这样的行头 然后跟许妈妈一起出来 她是背着一个包包 要去捡瓶瓶罐罐 我们是有一部交车 然后这个拿的是几万的 一个包包什么的 全身都是这么的气派 两个一起从我们的餐厅 这样一起出来 你想想这两个像不像 不同公司的人 对那这是一个非常极不协调的 后来我们就开始 一直检讨一直检讨 检讨到最后 我们就是把这样一起全部改掉 就是说我们不在物质上面 追求享受 而在于说你的精神上面 或者你的生活的领域里面 你可以看更多的见闻 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成功 那么你就 你讲话你就很有自信 你不需要说用行头来吓人 或者来压人 这就是我们目前公司 在过的生活 刚刚董事长特别强调 就是其实除了一个人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容易感动 你的感受力也非常的强 那我们叫做其实登大山 我也从一些书上看到 就是说好像登大山的话 您也是会有一些创业的智慧 或者是一些经营上面的创意 就是在你登山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出现了 那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到底登山对你的意义在哪里 登山 我们先从登山跟经营事业来讲 登山需要有的特质 登山人的特质 跟这个你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它有些特质其实很相想的 是不是您也这么认为 我先说登山的时候 因为你没事登山 就是背着背包 然后你到山上去 大概五天到七天 你这五天七天 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讯 也没有会议 也没有人找你 对不对 也没有说这个什么忽然临死什么事 因为全部都不通 所以你就会非常专心的想一些 你过去在平地的时候 没有想通的事 所以我几乎在登山的时候 我的包包就是那个登山背包里面 我都放着笔记本跟笔 只要每两个钟头休息 别人都开始在吃东西 或者喝饮料 很累的喝水 很累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登山背包拿过来 我就开始写 因为两个钟头 我一定会想到一些事 那么每一次从登山下来 五天到七天下来 哇 那个满满的几十条 几十条里面有些 大概有90%是不能用的 就说你在突发奇想 但是有10% 说不定有10条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到最后如果说有两条三条 是最近这一次登山的时候 你所受用的 其实这样就够了 因为那些都是经过 深思熟慮之后的产物 所以我们如果在平地 你往往在想一件事情 想一半就说 董事长电话 这个什么要开会 那个什么要这 你想一半你就把它丢着 但是你在山上不会 因为你会一直想一直想 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话 你会背着背包一直想一直想 你会这个叫做苦思 因为苦思之后的一个状况 能够想到自己的瓶颈之后的一个问题 那些问题就是真正的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是非常珍惜登山的时候 所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是真正我们在平地 没有办法那么集中精神来想的 我们知道说你在登奇来山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是不是在登了奇来山之后 才决定把你80%的股票都捐出去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那次要去登奇来山 大概四年前左右 要去登奇来山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这一次一定要把我的股票的 所有的超出我生活手续的事情 一次把它想通 所以我在登奇来山的时候 我就第一天早上背包上间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要捐10%我的股票 结果想一想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想我还90%也没有用 到中午的时候我想捐20% 到晚上捐30% 但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想我还70%还是很有钱 并没有把自己变成没钱的程度 因为我一直在讲说钱 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 就是你钱不够用是苦难 你钱超出自己够用很多是灾难 所以你也不能不够 因为不够是苦难嘛 你会很苦的 因为你自己家庭生活 或者小孩子的教育 或者怎样你都不够是很苦的 但是你超出生活手续是灾难 那个灾难比苦难是大于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在灾难之前 一定要把那个灾难的源头 把它铲除就是钱太多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 我也知道这样是对的 但是就不知道比例是多少 我就想说在七来山的时候 那将近五天的时间 我就一直想到第五天终于想通了 我就想说 我就倒算回来 我要留多少 后来我就想说 不然我就留我个人的财产的股票的20% 把80%都捐出去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 别人的股票我不能带他捐 这是别人的 公司的同仁 因为我把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同仁 公司的所有股票分给公司的所有同仁 所以我们在股票上市之前是连一张都没有外人持股 全部是网品的高阶主管持股 所以很多行销学上面都是我这个什么把经营权跟所有权分开 那么我到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把它捐出80%就是那是在登七来山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就马上就把它过户 然后就是要捐了就全部都过户完毕 的原因很多人都说董事长你也要死了 他说你还没要死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你怎么说呢 我说等我死了以后捐也捐不成 20年后或者30年后也捐不成 为什么会捐不成 因为你想捐 那么你纵使说有一个签名 律师那边有一个什么 律师念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利益关系人会告律师说你这个假传胜职 你那个是违照文书 我都已经死在那边有什么用 所以我就必须趁我现在还能够监督那些钱的走向跟运作的方式的时候现在捐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捐我能够看到那些钱就好好的照我的方向去捐到那个应该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就这四年来 那个捐的股票都每年都可以给1万个家庭奖学金 那个每一个小朋友就是狗小狗中的小朋友 他们都可以只要家里清寒的都可以来申请五千块 我就感觉到哇很棒啊 因为这对小朋友来说他们是一种五千块对他们来说 在学业的这个所有的政府出 然后在营养午餐有地方人士出以外 他们就有一些零用金 那包括说他们要做采买 或者说他们同学要一起去看电影 或者要成毕业旅行他们都有钱的 我是认为这样的话他们才不会自卑 我就感觉到很有意义的 所以其实原来董事长他看起来像是在爬山好像在休闲 可是他其实整个脑筋里都在思考到底他的未来 事业的未来也好或是说今后网品集团 他是不是要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些其实都在董事长脑海当中的 那我们下一段呢就要继续来聊 其实一个餐饮业集团他要能够成功 其实他的选才跟育才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除了这方面之外呢 我们还要请董事长来为我们看看 目前当前社会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要寻求解决之道呢 董事长又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下一段继续聊